他连续十年 每天都要绑架一只牛蛙回家 但他却从来没有吃过 而是将牛蛙丢进鱼缸 然而鱼缸里面养的却不是鱼 而是一条毒蛇 他之所以圈养这种冷血动物 就是为死去的女友黄叔护仇 十年前 他的女友以诡异的姿势惨死在了血 不仅左肩锁骨被人用异物贯穿 甚至就连腹部也被雕刻上了诡异的图案 而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 女孩生前还有被超过三人侵犯的痕迹 起初老冯还以为这只是一起普通的奸杀案 然而随着验尸报告的出入 案件就变得越发诡异了 因为在女孩的伤口处 不仅检测出了另一名男性的血液 而且还检测出了大量的猪血 而最扑朔迷离的当属女孩的死因 从化验结果来看 女孩体内早已有了足以致死的模样 然而奇怪的是 女孩真正的死因却是机械性窒息 也就是说女孩是在喝下毒药之后 又被人活活掐死的 如此诡异的案件 就连号称无案不破的老冯也一时犯了难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目击者 可结果这个目击者却偏偏还是个疯子 不过从疯子颠三倒四的证词中 老冯推断出了凶手应该是在抛尸之后 才扒光女孩衣服的 那如果是这样就更加奇怪了 凶手既然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处理掉作案工具 为何又偏偏要将尸体暴露在大众之下呢 而且为何凶手非得扒掉女孩的衣服呢 为啥 并不是实际上的 是零食企业 如果说真的是临时起义 那么凶手就一定会留下破绽 于是警方当即调查了街道附近的所有监控 没想到还真让他们发现了一辆可疑的面包车 而且这辆面包车的主人刚好就是卖猪肉的小贩 这样一来尸体上的猪血和死者肩胛上的伤痕便完美对应上了 而且经过审问 小贩也承认自己确实曾试图侵犯过女孩 但是对于杀死女孩他却打死也不认 因为那次不轨他刚好被店员抓了现行 而且那个店员还是死者男朋友的哥哥晴天 而那辆可疑的面包车也一直都是晴天在开 有了这个线索 警方当即搜查了晴天的住处 果真在这里找到了一把沾有死者血迹的包片 这样一来几乎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晴天 但老冯却始终感觉这其中一定有蹊跷 首先是晴天左手有残疾 他是如何活生生掐死死者的 另外就是女孩生前有被多人侵犯的痕迹 如果晴天真的是凶手 那其余几人又是谁呢 然而遗憾的是 还没等老冯弄清这其中的原委 晴天就因为拘捕被当场击毙 而这样一来 晴天也自然而然的被认定成了杀死女孩的凶手 只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就在晴天被击毙的十年之后 在发现女孩尸体的同一地点 竟然又出现了一具极其相似的女尸 而且不仅作案手法如出一辙 甚至就连雕刻的图案也几乎一模一样 而这也不禁让老冯意识到 十年前究竟是自己抓错的人 还是案件本身就另有隐情了 这曾震惊整个中国的事件 三八大案 五名汉匪在短短十二年间 无差别截杀了超过七十余人 虽然由于其中一人判罚存在争议 本剧只能将原本的五人改成了四人 但是这些汉匪的狠辣 却被更加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没有任何理由的见人就杀 短短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他们就抢走了工厂五千人 整整一百二十万元的工资 而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次作案将会让他们付出彼此还惨痛的代价 因为当初他们在踩点时 刚好被有心的鞋店老板记录了下来 有了这个线索 这个臭名昭著的团伙很快被警方一举了下 而最终被问起犯罪的原因是 主犯秦大纲却始终都只有一句话 而任谁也不会想到 十恶不赦的秦大纲 竟有着一个被称为数学天才的儿子 原本秦里也有着极其光明的前途 可随着秦大纲被媒体曝光 他的一生也随之彻底毁了 尽管此时他心中还仅存着一丝骄傲 然而难以下院的生活还是让他落下热泪 而就在他如同置身冰窖之时 一个如光一般绚烂的女孩出现了 他叫黄叔 由于和秦里有着类似的家庭 他也成了唯一能理解和关爱秦里的人 就这样 两个遭受命运戏弄的少年 在这原本灰暗的日子里 成了彼此心中唯一的光亮 可是命运却总是一场残酷 就在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之时 黄叔却以一种诡异的姿势惨死在了寻地 而且他的身上不仅被刻上了诡异的图案 生前还有被超过三人侵犯的痕迹 而最让秦里难以接受的是 警方最后认定的凶手 竟然还是自己的亲哥哥 并且哥哥也用拘捕被当场枪杀了 可只有他自己知道 哥哥绝不可能是杀死黄叔的凶手 而为了证明哥哥的清白 秦里做了一件让绝大多数人无法接受的事情 也就是在这件事之后 在黄叔遇害的同一地点 又再次出现了一句极其相似的女士 不仅作案手法和十年前如出一辙 甚至就连身上的图案也几乎一模一样 起初老冯还以为是自己当年抓错了人 可法医却告诉他 当年黄叔身上的图案是在生前雕刻上去的 而这次的死者曾燕 则是在死后才被雕刻的 于是警方当即断定 这是一起模仿作案 而这个模仿作案的凶手 极有可能就是曾燕的前男友 因为前男友不仅有家暴的前科 他与曾燕有着大量的经济纠纷 然而审问之时男人却说 他只是骗了曾燕绝对没有杀人 原来男人为了赚钱 曾将曾燕卖给了一个神秘老板 而且那个老板异常警示 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你 一直都是通过电话联系 看到这里暂停一下 如果你想谈恋爱了 不妨试试 能根据喜好选人的恋爱软件 牵手 选择你想要的女友特质 牵手会根据这些特质 给你推荐符合你要求的女生 尤其是 他会优先推荐喜欢你的女生 所以牵手的脱单成功率 才会这么高 牵手不是机械的筛选匹配 他把你所喜欢的 直接推到你面前 点击评论区试试吧 男人连续七年每天都会喂养一条毒蛇 而且他每次喂完 都会在诚信的拜上一拜 人人都以为这是因为他有爱心 可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是因为他有一个特殊的癖好 而且他的这个癖好 还必须有位厨子之身的女孩与之配合 然而这样的女孩他一直都未找到 直到这天他看到了台上跳舞的黄叔 男人立马出资一万要黄叔陪他吃个饭 对于这种男人 黄叔刚开始是拒绝的 可突然有一天 锅炉房的一次意外爆炸 却让他改变了主意 因为他的男友不仅在爆炸中震伤了耳朵 还因此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为了秦里能重新振作 黄叔决定给他买一个助听器 然而助听器动辄上万的价格 他也只能望而却步 于是他便想起了那个大老板 起初他本以为也就是陪着老板吃吃饭唱唱歌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个老板虽然表面上人模苟样 但背地里却异常肮脏 而且他还有一个令人作文的习惯 那就是他每次谈生以前 一定要见一次红 按照他的话来说这叫红韵当头 为此他特意将公司仓库改造成了酒店 而但凡被殷鹏看上了女孩 最后要么就是精神市场 要么就是不知所踪 而至于黄叔则经历了比所有女孩都要可怕的事情 他被关在酒店整整折磨了五天五夜 不仅如此 期间还不停有殷鹏的生意伙伴进入房间 而且为了防止黄叔报警 殷鹏还录下了整个施暴的过程 而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事后殷鹏并没有食言 他如约给了黄叔一万块钱 而拿到钱的黄叔则第一时间找到了一家医疗用品店 虽然此时的他已经是饱受摧残 但他始终都没有忘记他与情侣的约定 等我给你买了最好的助听器之后 到时候就能听见了 可当他如愿买下助听器后 他却又拖着疲倦的身体走进了一家农药店 是胆小鬼中的名场面 也是所有丈母娘心中的艺难品 黄叔用命给情侣换来了一堆助听器 可他期待已久的声音 却残忍地撕碎了他的人生 我去给你买助听器了 但是我钱不够 我有一个老板 我只要回去备他唱歌 他吃一个饭 我就给我一万块钱 我把我关起了 你带我 他去天有多少个人我不知道 我就闭着眼睛 我就像你那样子 我想看到你笑 我就想象着你带着助听器的 经济时候的样子 我能一切关你结束 说到黄叔拿起桌上的可乐猛灌了一口 而这瓶可乐中也早已被他灌入了整整一瓶的乐 渐渐的黄叔开始疼痛难忍 而秦礼则只剩下了无助的嘶吼 我 我去你 我去你 我去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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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此时的黄叔则认为 已经脏了的自己再也配不上秦礼 秦礼 我不想死 可对于秦礼来说 此时的黄叔却比任何女孩都要纯洁干净 而且他也早已认定 如果生不能同情 那么死后就一定要同学 于是秦礼拿起桌上的可乐一口气 喝了得干净 这一刻黄叔知道 自己舍命点燃的人是值得了 于是他悄悄拿起了桌上的刀铁 在自己腹部一刀刀刻下了那只象征他们爱情的红具 送你一个我 然而此时命运又和他们开了一个更大的玩笑 由于那瓶农药被掺了甲 发作的时间远比黄叔想象的更长更痛苦 在无尽的痛苦和挣扎中 秦礼亲手送走了他最爱的人 他本想陪着黄叔一起死去 继续为他排解孤单 可就在这时 秦礼的哥哥却突然回来了 而秦天的出现 则又将事情推向了一个更加可怕的方向 秦天先是将一息尚存的秦礼送到了医院 这才让他侥幸逃过了一击 而等他再次返回 黄叔则早已没有了气息 为了保全弟弟 秦天本想找个地方将黄叔偷偷安葬 可他刚出发不久却恰好遇上了查酒驾的警察 无奈之下秦天只能暂时将黄叔藏于许地 他本想等风头过后再做打算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尸体很快就被流浪汉发现了 最终秦天为了保护弟弟 他毅然决然地撞向了老冯的枪口 而自此之后 秦礼的天也彻底黑了 那个曾经人人羡慕的天才少年随风而去 唯独剩下了如今冷血无情的复仇机器 为了给黄叔报仇 他伪装成卖蛇的店家取得了殷鹏的信任 可不知为何 一段时间之后殷鹏就突然消失了 但幸运的是 殷鹏将自己的蛇托付给秦礼 而秦礼为了一个机会 他折服了整整十年 而这天 他等了十年的机会终于到了 什么小人物一旦废话 往往会比坏人更加可怕 也许今天秦礼会告诉你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 他原本是人人羡慕的天才少年 可如今他每年都会在同一天杀死一人 而究其原因 竟只是为了一个助听器 当年黄叔为了帮他买这个助听器 被殷鹏囚禁起来 整整折磨了五天五夜 他今天有多少个人 我不知道 他就闭着眼睛 我就想象 他在一种助听器 那些时候的样子 最后不堪受辱的黄叔本打算去死 然而讽刺的是 他买的那瓶农药竟然被掺了水 在黄叔痛苦的祈求下 他亲手送走了最爱的人 之后他本想陪着黄叔一起去死 可恰巧被哥哥救了下来 而让人更难以接受的是 最后哥哥竟被当成杀死黄叔的凶手 被当场击杀了 自此之后 那个追踪少年就彻底死了 而他活着的唯一目的就只剩下了复仇 而那些曾侵犯过黄叔的人渣 有的被他们放干血液冻成了冰棍 有的被他们丢进冰窟中为了杀鱼 可尽管如此也不足以平息秦李的愤怒 因为罪魁祸首鹰鹏 仍然逍遥在法外 而为了给黄叔报仇 他伪装成卖蛇商家折服了整整十年 而这天他终于等到了鹰鹏回国的消息 此时的他只想将鹰鹏生吞活泼一百年 可当他抓到鹰鹏之后 秦李并没有急于杀死他 而是将其当条蛇圈养了起来 因为此时鹰鹏手中还有当年黄叔被侵犯的弄想 而与此同时 刚在五八同城找到工作的老张 给老冯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线索 那就是所有受害者被杀的事件 刚好都是黄叔的声音 而直到此时 老冯才彻底明白了过来 联想起之前调查过的荷兰村 老冯立马断定秦李会在这里杀了鹰鹏 果然等他们刚刚赶到 屋内便传来了枪声 只是这时的鹰鹏并没有被当场杀死 而是被他压上了天台 秦李 把枪放下 秦李知道 如果此时他能束手就擒 至少可以留下一条命 可那卷被鹰鹏藏起来的录像带 就一定会被当成证据再次播放 而这是他绝不能接受的 他绝不会容忍黄叔再次被侮辱 于是他选择了和鹰鹏同归于尽 而这就是今年他送给黄叔的最后一份礼议 秦李 我想你了 你自己的恶人 只是那卷鹿像带他到死也没有找到 不久之后警察搜查了秦李的住处 然而讽刺的是 那卷秦李苦苦寻找了十年的鹿像带 竟然就藏在他日日相伴的石柜下面 而更讽刺的是 炎柱生吞中曾说过 唯有苦难一世同仁 容不得谁细脚慢咽 可这两个坚毅勇敢的少年 从头到尾都在被生吞活剥 而那些懦弱的胆小鬼们 却独善其生活到了最后 由此可见 这世上的苦难从来就没有一世同仁 有的只有那些不曾向生活低头 最后遍体瘾伤的我们